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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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十年來 你只捉起來不要命的事 尤其你不回來 賭錢就賭到周身仔 我在你眼中, 我永遠都是臭小子 繼財不再贏我的 你不留在繼財, 那你去哪裡? 畢竟我們十年前, 大家都是伴侶 你讓你弟弟知道 他被人綁架那件事 跟他的弟弟有關, 他怎麼想? 報告顯示你患有特異性 血小板低下子班證 我建議你進行人工流產 我那次沒有自殺 我拿錯了藥吃而已 阿爺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重料一口臉 健哥兒子, 要不要這麼重? 星哥幫了我這麼多 莫說重料一口臉 連鍋這麼大碗我都給你們 慢慢吃 謝謝 謝謝 聞到很棒, 我不客氣了 怎麼樣?覺得怎麼樣? 傳統手打拉麵 咬下去的感覺完全不同 對, 現在很少麵包吃到人做麵 這一門技術要一代一代成全 如果下一代不接客 我們以後很難有機會吃到 李Sir, 如果是我爸爸叫你做水客 你別再說我了 對了, 康先生是有你找過我 他很想你回去 大哥, 之前你不是這麼說的 你說有得有什麼事決定 人是百變的 你看看, 之前健哥和力高 為了一口氣打對抬 是不是健哥終於發現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為了一口氣, 輸了一家 這樣值得嗎? 李Sir, 你要我幫忙 不管有多困難 你知道我一定會做 但這件事我真的做不到 兩仔爺怎麼搞得他仇人這樣 我跟他說, 我從小到大 我爹對我也不公平 那個弟弟 他以前拿六十分回家 我爸爸拍了手掌 小子, 厲害 我拿九十九分的時候 我回到家 他只會跟我說 為何你拿不夠一百分 他沒有看過我有紀錄 在他眼中我是沒用的 他根本就是兩把尺來塗我們 我回去幫他忙沒意思 李Sir, 你不要責備我 我不想拒絕你 但你知道我一定不會回去 好嗎? 康先生, 已經幫你打了司機 半個小時後會在留下等你 外面同事已經收工了 如果沒有其他吩咐的話 那我也會放工 爸爸 爸爸, 為何你把我手上的項目 全交給David放 Kevin, 這幾年能辛苦你了 你也是時候放大假的 爸爸, 我不怕辛苦 我只是想幫你搞那間公司 那些項目我一直追蹤 貿貿然交給別人 重新取消, 會影響進度 我沒有救 你是真心為公司好 還是為你自己好 好 既然你要拆開來說 你解釋一下 你跟這三個公司有什麼關係 你把公司的項目 判了給你在外面開一個公司 你覺得你做了資格 坐總經理這個位置嗎? 爸爸, 對不起 我們利用公司資源去賺錢 是我不對, 我知道錯了 我以後都不會這樣做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 給你機會 讓你繼續把公司的高層 換掉你自己的人 Kevin 你別以為公司遲早都是你 你就自把自為 我不是只有你一個小孩 公司不是一定要留給你的 爸爸 爸爸, 你不是想把公司交給Max嗎? 他一事無成 除了敗家他還懂什麼? 什麼? 那個是你哥哥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我只是說事實 把公司交給他 他早晚都敗了他的 爸爸, 我才是你最適合的接班人 這間公司要留給誰? 不如你作主 爸爸 如果你不想我一分錢都不留給你 你馬上走, 你給我滾 幫苦 如果你會找不起來 那幫我生意 你會找不起來 快樂 他祝你 你會找不起來 不是只有你一粒仔人 公司不一定要留給你的 公司要留給誰, 不得你作主 媽媽, 爹地不會有事, 你不要那麼傷心 連醫生都說不肯定你爹地能不能醒醒 媽媽, Kevin, 我真的很擔心, 很害怕 媽媽, 她怎麼樣? 你爸爸心臟病發, 她在公司暈倒 醫生說我如果可以早點送她進醫院 馬上跟她做手術 或許她就不會昏迷不省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別看著我, 我一直都不在公司 我也是媽媽打電話給我, 才會趕來這裡 坦白說, 我也很想知道爹地一直有藥更新 怎麼會來不及吃藥呢? 是誰發現她的? 司機說等了她很久都不見她下去 那就上公司找吧 誰知道上面一個人都沒有 就看到你爹地趴在地上 那些藥還在公司包裡 可能距離太遠了 你爹地心痛起來怎麼拿來吃? 公司包包包包得太遠 司機這麼說 還說上去看見公司包包包在茶館上 你還好意思問那麼多? 爹地已經很久沒病發 一定是你在外面不知道搞了什麼 才把爹地氣氣 你有病, 去看精神科吧 爹地如果被人氣傷的話 那個只會是你 你們兩個別這樣 現在爸爸還沒醒來 你們兄弟倆吵什麼?是不是想氣死他 我在這裡也幫不了手 爸爸如果醒來就馬上打電話 Max… 媽媽, 任由他吧 Max, 伯父怎麼樣? 對不起 Max, 不好意思 Max, 你的爸爸沒事吧? 謝謝 怎麼了?你的胃又不舒服嗎? 先坐下, 你有沒有帶藥在身上? 有 那我去買一瓶水利送給你, 好嗎? 謝謝 很快回去 師機說, 等了他很久都不見他下去 那就上公司找吧 怎料上面一個人都沒有 就見到你爹爹已經趴在地上了 公事包放得太遠了 師機是這麼說的 他還說上去見到公事包 放在茶几上面 Trey姐, 有些事要你幫忙 謝謝 我剛才說我 不可能你會… 你自己看 我剛才看 你會罵我 不chedourage 不是 我的愛 我只是在家裡 我只會挖誘 你 我們 我只在家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婆, 我們今天沒有維修 不是, 我真是維修工人 那是誰的部門叫你來的? 是我叫他們來的 方太太 伯母, 剛才謝謝你 是呀, 要不是你, 我一定被抓了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給我 那當然你穿成這樣來我們公司 成, 我扭了眼鏡, 你上去給我拿 是, 知道 明明發現了什麼? 我找到一段影片 拍到Kelvin在星期六一點四十分 由校樓梯離開公司 Kelvin明明說那天沒有回過公司 那就更加奇怪了 Tracy, 那段影片你可不可以先給我 好嗎? 好嗎? 媽媽, 你這麼急叫我回來 究竟有什麼事? 公司後樓梯新裝置了一部CCTV 很清楚錄到你爸爸發病的時候 你是有回過公司 然後你還靜靜地在後樓梯走 為什麼?你讓他解釋我吧 媽媽, 那天我回了公司 還跟爸爸吵了兩句 但是我走的時候 爸爸真的什麼事都沒有 如果你不是作賊心虛 怕被人發現的 要不要鬼鬼祟祟地在樓梯走 你到現在就騙媽媽 這段影片明天我就拿到董事局 我馬上打電話給他們 媽媽, 你這麼做的 真是告訴全世界 是我弄得爸爸心臟病發 那些董事會怎麼看我 我以後還在公司那裡合觸? 媽媽, 我可以發誓 爸爸病發的時候 我真的不在現場 你信不信我? 你不想認我這個兒子嗎? 我現在馬上走了 兒子 做人最重要是講良心 真的與你無關 這件事是不是我做的? 爸爸他最清楚 只要爸爸他醒來 就可以證明我是否清白 媽媽 我一直都知道 爸爸很想有Mas回來 不如這樣, 你叫我Mas回來 在爸爸醒來之前 媽媽, 我們兩兄弟一起處理公司的事 好, 媽媽就給你一個機會 那段影片就收到媽媽那裡 明天馬上去找Max 一定要求他肯回來公司幫忙為止 你放心吧 有幾個項目的細節寫得不清晰 我想要修改一下 我真是大懵, 這樣也看不到 幸好你幫我看得到 阿橋, 你流鼻血了 是嗎? 你身體是不是有事? 有什麼事? 大肚子吃得多部份, 上火而已 我覺得你不像普通的流鼻血 你看兩隻手都有紫色的斑 沒事吧? 我叫阿仁來接你 不要 阿仁不知道嗎?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會跟他說的 不行, 我打電話叫阿仁來接你 我還是不好了 阿仁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不告訴別人 連他也要瞞著 但是你這樣是不對的 你不告訴他, 我早晚會跟他說 不行 醫生說我不適合有寶寶 我身體有些問題 偶爾就會流鼻血和有脂肪 是 但是如果我吃藥的話 那個寶寶有機會變成季胎 所以你沒想過不要那個寶寶嗎 我已經是高齡產符 如果我現在不要的話 我將來沒機會了 而且我知道阿仁很想要這個寶寶 我不想他傷心 如果我是阿仁 我知道你為了寶寶 你不去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想阿仁會更加痛心 我只知道我如果告訴他 他一定會叫我不要那個寶寶 我不想 阿仁, 你給我一點時間好嗎 你答應我, 不要跟他說 阿翔, 這個苦產科醫生 我跟他很熟, 他有做人工流產 我希望你改變主意找他 別勸我 那個寶寶始終都是一條生命 我真的不想這樣做 這個是對你最好的安排 不要為了有人勉強去要那個寶寶 這樣不值得 別逼, 好嗎? 別逼我, 好嗎? 給我一點時間考慮 軟臣真的這麼重要? 你說了去哪裡? 我真的當他是朋友而已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 你拿錢花錢吧 剛好被人過得多久 我一定要有個上限, 大佬 你不停把我拿著, 我真的頂不住 我現在真的頂不住了 我沒有談判, 我要上鍵了 來, 拿錢來 拿錢來, 銀板在哪裡? 銀板, 是吧? 放… 男人老公第幾個小子, 真是哭 張哥, 我只有幾個小子 你想我怎麼樣? 裡面有很多好東西, 走 張哥, 你的東西全都很便宜, 不適合你 來, 收拾一元就一元 收拾一元, 救我的小子, 不行 不行, 走開… 你們的東西全都是小小子 我把弟弟記住的 你不要搞事, 你根本會弄壞他的檔案 是呀, 我忘了你最疼你這個弟弟 我現在讓他知道我們十年前 一起搶這些贖金, 你想他怎麼樣? 大哥, 不行, 不可以讓他知道 如果你說這麼有精神 現在不是我們, 你弟弟買保險, 是吧? 大哥, 什麼事? 是嗎?又沒理會,上來就說一句話 我經過街口,買個叉燒斬料也好 家仔不夠吃什麼? 加…叉燒便宜 媽,你別經常開口都是錢錢錢 你真是說媽媽 不過我開口…又留給你? 是呀,留給我才好 你再把嘴巴拿出來 老婆湯煮好了 阿昇,你在外面做事這麼繁忙 就要多喝一口湯就好 不行 阿龍,你也要喝的 好啊,大哥最近很幫忙 我心水埗計劃才可以這麼順暢 我打算發展完這一區 就會發展第二區,到時會遇上你 那好吧,兩兄弟合作就好 我先把菜也做出來 謝謝媽媽 小心 看得起我 你是個大哥,我不相信你 那我相信誰? 那個貨倉被人爆炸? 坐吧 你這份保險吧,失事是有得賠的 但只可以填八成,其他的要自己賠 如果錢案方面有問題的話 我或者可以幫忙呢? Prinny,坐吧 我知道你們貨倉出了事 就過來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錢暫時也不是問題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也可以叫Max幫忙,只不過是… 我知道你們擔心小商會因為這次事件 對深水埗計劃,沒了信心 雖然這次的損失不是很多 但也會影響他們對我們的看法 要不然這樣 我去逐個跟他們解釋 告訴他們這次純屬意外 我們會找到保安 讓他們知道 把貨在我們身上是絕對安全的,好嗎? 你就跟這一頭的商戶比較熟 這就靠你了 好 不過有些客人在網上訂了貨 可能會影響交收的日期 你不用擔心 我之前幫你們合約的時候 加了免責條款 就算你交不了貨 你也不用賠給他們 但是這樣會影響到 深水埗計劃升月 如果真的有什麼需要的話 我或者可以透過其他渠道 找到差不多的貨息呢? 這就不需要了 客人喜歡這頭腦自豪的貨品 其他的取代不了 我可以叫他們準備好貨 最多你們就辛苦一點 自己去拿貨 好嗎? Kelvin 為什麼那些老臣子會上來家裡 說你逼他們提早退休? 媽媽,我現在是代理董事長 我有權決定任何人的升遷 你答應我讓Max回來 一起打理公司的嘛 你不僅沒做到 你還自把自圍,逼走老臣子 你是不是忘了 你還有一段影片在媽媽那裡? 如果一段影片還能播得到的話 我不介意你拿去董事局 怎麼會這樣? 媽媽,我真的要謝謝你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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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做了手術,不過還沒渡過危險期 如果你爸爸這次有什麼事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 他一定不會打破藍哥 Kelvin呢?他去哪裡? 你弟弟真是很不生性 明知道爸爸這樣,他也不肯過來 我真的信錯了他 Max Max,你爸爸現在這樣 公司忙著是不行的 你可不可以回來嗎? 他這麼看待你Kelvin 公司有Kelvin就行了 就是Kelvin弄到你爸爸心臟病發 為什麼會這樣? 你告訴我,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Tracy看到一段影片 她看見Kelvin在你爸爸心臟病發 之後急急地下樓梯跑掉 我拿著那段影片給她看 我叫她解釋 誰知道,整段影片她都刪除了 你明知道她有問題 你給她那段影片幹什麼? 我不知道她真的這麼頑皮 沒關係,一天都是Tracy 我叫她查,她查到又不跟我說 你不要壞她,是我叫她不要說 一天都是你媽媽的兒子緣 我擔心那段影片會影響到Kelvin的前途 誰知道她一點親情都不念 是你跟這個人才會跟Kelvin說親情 我知道你還很生你爸爸 但你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你爸爸在你背後幫了你很多次 我知道…每次我出事的時候 她幫我保和 不是因為她疼我 是因為她覺得我沒用 害怕我就在外面拍摔她 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從讀書到出來做事 她都看我不順眼 不是秋情我哪裡做得不好 就是說我哪裡做錯了 然後跑出來跟我說 說我又要幫你收拾 總之我都是做得不好 Kelvin每樣都是做得對的 我是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你說什麼? 當我不要這樣 總之她現在這樣 我在這裡也沒意思了 我都幫不了麥克風,我走了 你不要走了 Max,你真的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媽媽,你你說什麼? 當年我有了你 打算和你親生爸爸結婚 但你很不幸 他遇到交通意外,過了生 而你爸爸,他說不介意我有了你 他還說會把這個寶寶 你當作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不是親生兒子 林凡事,你這樣偏心給Kelvin 你這樣對我 錯了,雖然你不是她的親生兒子 但你爸爸當你是親生兒子一樣 跟Kelvin沒分別的 你不用說他這麼偉大 這些東西我懂得看 我十二歲那年,我有肝病 我一個人躺在醫院的時候 他看也沒來看過我 我從那一刻就知道 在他心裡根本沒有我 因為我不是他親生兒子 事實不是你想這樣的 你從小到大 你爸爸的口不說而已 他心裡不知己,那麼疼愛你 你記不記得 那次你要進醫院 你病得很嚴重,你需要回幹 你爸爸立刻就說捐給你了 但你醫生問他不適合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 你爹爹多心急,多難過 康先生,報告顯示 你們的血液根本不吻合 不適合換乾 如果他是我的親生兒子 我豈不是可以救到他 我真的願意用一條命來救回他 我明白的,我明白的 後來有個美國專家來了香港 你爸爸花了大部分身家作為醫藥費 幸好,終於可以醫治好你 這麼多年來 你爸爸對你比Kelvin嚴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覺得你有本事過Kelvin 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栽培你 他希望將來你繼承他的事業 如果你還是不相信 你爸爸有份遺囑,留在鄭律師那裡 他留給你兄弟倆的東西 一樣是這麼多,絕對沒有偏心的 現在你明白了,你知道了真相 是不是應該…諒解你爸爸呢? Max Sir,你聽話吧,你別走 好,你留在公司裡幫他吧,好嗎? 你爸爸現在真的很需要你 Max… 如果我不說,我真的看不出 你不是康先生的親生兒子 如果比賽是你,有人跟你說 這個世界上原本你最討厭的人 他原來是最疼你,你會怎麼樣? 沒事的,你以後對他好一點就行了 如果我媽媽說你是假的呢? 他沒必要騙你 有時候當局者迷 你永遠都會看到別人的缺點 就連我這個旁觀者 我都看得出你爸爸其實很疼你 他當年把你交給我 他經常問你做得怎麼樣? 每次我跟他說你做得很好 他也會很開心 他簡直當正你是親生兒子的 那為什麼這麼多年 他都由得我誤會? 在於你爸爸來說 最重要的不是你尊不尊重他 而是要看到你真正成才 我決定回去漢大憶 回去報恩嗎? 報恩也好,還債也好 他用了這麼多年栽培 我也是時候做回事 而且我不可以再被弟弟 搞到公司這樣 我要替他教好這個兒子 我看來沒那麼容易 他也用了這麼多年來教我 都不是會議的 你需要我出手,你就要發聲 我撐硬你 謝謝 大家對這個計劃有沒有意見? 康太… 康太… 各位,這次的董事局會議 是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 由今天開始 Max正式加入董事局 而Kalvin代理董事長這個位置 也有必要重新選過 媽媽,什麼爸爸昏迷之前 有寫下授權書 說可以讓你委任人入董事局嗎? 沒有 不過Max是你爸爸的長子 雖然你爸爸現在還在昏迷 但我相信他絕對贊成我這次的安排 各位,我今天回來 是為了替我爸爸保護漢格英 不讓任何人對公司的利益造成傷害 各位,Max以前怎麼做事 大家應該知道的 不是我不顧親情 只是這個決定 完全不符合公司的利益 大家好,我是韋一聲 曾經為賀達益做過公司醫生 我也和Max一起做過事 我對他的工作能力很認同 這次我會以顧問身分協助他 是,參與公司的決策 希望大家都給Max一個機會 先生,你以前說很厲害 聽聞你現在已經淪落到 要在深水埗開公司 我們漢達益是大集團 就算有你幫Max就行了 媽媽,你還是和Max回去吧 不要再插手公司的事 我們不是沒有準備上來的 現在我爸爸還沒醒發 我覺得很應該先問在座各位股東的意見 我建議直接由大家表決 這是最公平的做法 我贊成由Max做 我也贊成由Max做 我也不反對 Kelvin在公司這麼多年 他一定比Max更了解公司 他做這個位置沒問題 這一票我投給Kelvin 沒錯,Max離開公司這麼久 沒理由被他做,我也贊成 我也投給Kelvin一票 那就是打和了 看來今天也沒結論 這樣Kelvin暫時不可以做代理董事長 我們公司還有一位姓陳的股東 今天是沒有出現的 既然Kelvin和Max的票數都一樣 讓我們再問那位股東再作決定 康先生,外面有位林先生找你嗎 甚麼人?不知道 他說是關於偉日星的事 你一定有興趣 叫他進來 康先生,你好 我不知道你是誰 我只需要知道你有甚麼可以幫助我 我們告訴你 我有方法可以對付Wincent Max等於沒有一隻手 你也不怕跟他鬥 為什麼你要幫我? 當然我有錢 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幫到你 錢不是問題 如果你真的可以幫我對付Wincent 搞定Max的話 多多我都會贏 你放心,我不比我更了解Wincent 上次在董事局 支持和反對Kelvin的票數都不過半 所以陳白那一票很關鍵 但聽人家說,這個Uncle Chen是隱形富豪 退休之後就好像閒雲野河一樣 沒人知道他在哪裡 連我都沒見過他 總之我們一定要比Kelvin早前找到他 全力爭取那一票 兩位跟我來,前面就是了 Win,去泰國的節目找我買給他 大少爺,這兩位先生說想找老爺王 這位一定是陳白的公子 他是康山的大兒子Max 我是他的顧問Vincent 陳公子,你好 我們今天主要來是為了 漢大喜集團一個很重要的表決 想和陳白談一談 不知道他老人家有不空 Vincent,你省一口氣吧 陳白是不會這麼無意見的 陳公子也不會告訴你他在哪裡 其實你們倆找我爸爸 也是為了一票而已 我們公司最近想收回深水埗的地圖發展 如果有人能幫忙的話 我相信我爸爸也會幫幫他 Win,你放心吧 我已經派人在做事 很快就會收回那幾條街上來 現在最重要的是盡情Happy 你一會兒見到Vincent的時候 打算怎麼跟他說 說什麼? 當然是跟他說 不要為了深水埗的計劃 這樣得失陳白吧 深水埗的計劃是Vincent 他用了很多心血做出來的 我怎麼可以叫他因為我的事 而把這個計劃放棄 我… 但是你想清楚一點 陳白這一票對你很重要 如果你輸了給你弟弟的話 整間公司就失去了 到時候你怎樣跟你爸爸交代呢 對了 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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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叔叔… 剛好嗎? 對… 韋先生,我們街坊商量過了 決定奮爭撐你的深水埗計劃 對… 韋先生,我全靠你了 是豬仔的,韋先生 當然了 我們最重要是齊心 不用怕我們的地產商 我們深水埗的小商戶 一個也不能少 好… 韋先生… 是,你支持大家是建好社的 但你哪需要去同齊伯伯做到 如果被叔叔看到 我們可以搞好深水埗計劃 他看到我們做得好事 或許他會覺得 我可以幫漢達益帶到更多生意 而投我一跳給我 有沒有這麼順貪? 韋先生,瘋了你了 瘋了你了 那好吧,既然大家這麼支持我 深水埗計劃繼續撐下去 是… 好,那我就好了 我示範一次 用深水埗應用來找你們叫外賣 來,這樣就收到了 麻煩你了,如果沒有你 我這個老人家哪有適用 我朋友這個深水埗應用 也挺容易用的 我想如果你參與這個計劃 應該會多了很多生意 原來你是韋先生的朋友 多點在這裡吃檔水,我請 那我不客氣了 我先去做事 雙皮奶…完全無尼聞味 真是水皮奶 老伯,你要吃正宗的雙皮奶 你就去順德 那裡的雙皮奶是用水牛奶做的 香港的雙皮奶是用普通牛奶做的 會有不同的 你以為我不懂嗎? 牛奶當然很重要 但是製作過程更重要 我告訴你 我在香港吃過 比順德做的雙皮奶更好吃 糖水用來吃? 我的 你們坐 你先坐 好 五、三 幾位大哥,我們這裡賣糖水 你們想參加會 不如去家裡加一間酒吧 誰說糖水店不參加會的? 不是,你們這麼大聲 就掃染了其他食客就不好了 什麼?吵嗎?吵就折賣他 拿錢回去撿牛市 你們幾個分明來搞事 是不是我現在立刻報警? 現在報了 今天就這樣,慢著這麼多 我們走 你們是什麼人? 不是第一天的 不是那群人迫我想賣店的那群壞人派來 下次他們再來,你打給我 我就叫記者來,拍他們的照片放上網 他們背後的地產生意 就以後不用做了 謝謝你 你這個小女孩,你真是膽子 竟然教人對抗黑社會 你真是沒死過 你剛才一直坐著都沒出聲 我才不要像你那樣做縮頭烏龜 無規無矩,無家教 無家教? 信賀烏龜 弟弟,行不行? 挺有趣,謝謝大哥 多虧什麼事 在辦公室買盆栽,生氣好多 不好意思,要找些資料 好嗎? 偉先生,昨天地產經紀多來找過我 他說可以倚舖換舖 但就要搬去長沙環 令治加補三十萬,搬遷費給我 我想起來好像不錯,就過來找你 你這間洋服鋪 就在深水埗開了這麼多年 就存在一群熟客 你現在搬去長沙環 又要重新去存在一群客 你說拿了三十萬,除非打算退休 不是,那你自己考慮清楚吧 是呀,做生不如做叔 就像我豆瓶店一樣 我拆了後欄的牆壁來擴建廚房 如果你搬去那些新的商場 哪有這麼容易讓你搞到事 這樣是呀? 是呀,我家文具店 設了個角樓來擺貨 唐樓,地舖才有這麼方便 七叔,唐樓不可以隨便加建 這是犯法的 要不這樣的話,我幫你查一下 看看能否補辦一些手續 但如果不可以 你們的店鋪也會回復原狀 是呀,小心使得萬年船 你相信我弟弟吧,沒點你們 那就不甘了 謝謝… 行了,不過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傳了開去,那就不太好了 知道了 知道… 拿著他 你…你要擺一盆一日寵做什麼? 你不是搞了一聲嗎? 搞什麼?叫你再去做吧 Vincent 你是… Edward,做地產的那個呢? 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認識?你不記得我而已 其實是這樣的,想跟你聊天 我們是深水埗的店鋪 對不起,我沒能力這樣做 不要緊,我們可以再慢慢聊 對不起,我們沒事 繼續聊吧,Dixon 我們深水埗計劃的宗旨 就是希望可以活化這一區的老箱鋪 還有希望將他們的保衛經驗 和潮流結合在一起 不如兩位的店鋪再拍照吧 那就這裡吧,好嗎? 好… 預備,一、二… 你這個壞人,你看你害死 你…你這個真壞人 我們這次被你害死 什麼事? 我們今天收到O署的高票 某個廚房是僭建的,我也收到 幾天前我們現在跟你們說話 然後馬上就接到高票 分明就是你們去告發我們 是,我曾經上過O署的查詢 但我沒提起你們的店鋪 你不用說話 我兒子上網找到 你和電影經驗的照片 他說你們根本就是大財團的人 想來收購這幾條街的商店 什麼深水埗計劃 就投到尾是一個騙局 不…根本就是有人想分化我們 是,壞人,走開… 別客氣了,七哥 走開,別客氣了,別客氣了 別客氣了 投入认真 不是只是你 看似没法一气 就算收不到信号 迎着你 能极都不放弃 始终可怕你看得起 谁是你有爱就有心